住在台南市北区大林社区的蝶谷巴特 修科老师金翠琴 每个礼拜都固定修科 来到大林社区的中部抽策以外 也固定在冠村社区营作店 为了特区的中部来提供食物 有点好玩自己来煮菜 为了中部提供健康影响 台南市北区大林贯川 跳动了后存了接受的旅行 保佑到贯川的方向 没钱的大部分是特区的中价 住在台南市北区大林社区的蝶谷巴特 修科老师金翠琴 每礼拜固定开口 到大林社区中价 抽策在蝶谷巴特挂盆以外 平衡的固定在冠村社区营作店 为特区中价 菜式油条下饭 足足足的菜式 为中价固定健康的影响 吃的东西我们就附近到一些独居老人 还有一些弱势的团体 就是一些年轻人 因为他们平常也没有吃到好吃的东西 所以我们一个月会举办一次餐会 煮一些属于我们家常的东西 有时候主厨会换人 今天就是一个秋蓬姐 等一下秋蓬姐会来 那我们今天这样 现在老人家都来了 我们就是请他们看看 你们要吃什么 我们吃完就坐在那边聊聊天 我们主要的这个意义就是说 让他们可以吃到一些 他们很向往于久 又不是常在吃的这些东西 因为老人家不可能自己煮这些东西啊 所以我们就会说 我们就是像上个月我们是煮猪脚 我们就是煮得很烂 然后猪脚就配面配饭 然后一些菜这样子 所以都一个主题啦 精粹情表示 目前冠川来有一个台人社区的饮食店 非常美丽 每个星期股定 开口到台人社区中间 少许在古巴特的割本 完成品都会来参加 很多预备的活动 再将所得的经肥 用在餐食店面 要让中间有营养的午餐 那我们今天就是炒面 然后那个我就煮一个咖喱饭 那就是有面有饭 就有的人如果不想吃面的可以吃饭 那想吃饭的就可以不要吃面 都会来他们可以选择 那我们的主要目的是说 尽量说让这边的这个社区 是一个幸福的社区 所以我们的主题就是 小匠未来遇见幸福 就是说大家都是幸福的人 台人社区发展校会表示 冠川来有一个台人社区的营养点 让冠川来的环境 清去美丽以外 马后中间可以走出家门 开港放山心情 关心中卫的身体健康 校会不前 也要稀释在营养的营养環境 要让台人社区稀释迦美丽 既然丹家申北区才逢不得